记者吴婉婷台北报道,陈欣怡导演指导的最新纪录片《寻找乳房》,Body Talk,日前在台北电影节世界首映时,引发热烈回响,粉丝大推这是台湾第一次把女人私领域谈得这么深刻,面相这么广。 陈欣怡感谢受访者大方分享,每位都带给我不同的震撼。 中不可说、不能说、或从来不被说的部分弹出来,像病痛、自卫、性工作等陈欣怡说,访问中,从没有预设结果,只问了基本的问题,像从小到大的身体经验、自我认同、月经、外表、生产、病、片中受访者。 包括表演工作者汪启,音乐作曲陈子怡,前性工作者蓝梅,医疗线记者邱怡君等人。 陈子怡说,这个经验很特别,女性不会去聊的话题,不仅是女人认识自己,也是男人认识女人很好的机会。 蓝梅则表示,她挺身受访,是因为这是一个为性工作者发生的机会,性工作是工作的一种,不需要乌龄化、悲情化。 这跟所有行业一样,都是劳动的工作,寻找乳房将于8月9日周四晚上10点于公示记录观点节目播出。 纪录片寻找乳房讲述女性身体与生命历程,公示提供。